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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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著17度低溫 天空還飄著綿綿西雨 跨年最後倒數本土天團911 抓緊最後機會彩排 這首《末日派對》 是和徐若萱合作的新單曲 受邀北市府跨年 也是後疫情難得的大型演出 直呼新奇超級嗨 去年前年大家其實都不太敢出門 但今年的話大家都已經慢慢趕出來了 所以剛好又有這個機會 在台北這場地表演 所以希望今天可以讓現場觀眾 有感受到疫情前的那種感覺 透露團岩洋蔥最近迷上三帖 因此唱前的體能訓練掛保證 明年更有望再有作品 我們就先把專輯弄好 然後再來去做接下來的打算這樣 鏡頭來到高雄天氣好了些 金曲常客變火器也提前到場準備 不少民眾拿起手機搶心一睹藝人風采 主辦單位打出夢時代高流兩大場地 麗拼雙舞台表演 但緊鄰隔壁的台南橋段同樣精彩 大家好 大家好 午安 午安 跨族影視歌三期的閻雅倫 今年接下台南場主持棒 不只要負責串場 連壓軸演出也要扛 我覺得跨年呢 是要帶給大家希望 我只擔心會不會太冷 對 因為腹部一吹風可能就會感冒喔 所以腹部健剋而已 對 腹部健剋 對 透露服裝該有的誠意不會少 健身有誠要大家等著瞧 比起金鐘舞台主持時的莊重 這回誓言要帶來更多歡樂 帶領粉絲迎接2023